学英语九大常识 快问快答 音标有多少个 48个 学发音的时候是先学拼读还是先学音标 先学音标再学拼读 小学要背多少个单词 小学认识的单词的话 1000左右就足够了 然后会写的话 大概是700多个左右 如何快速写对单词 想要快速写对单词 最好的方式呢 是用拼读的方式 利用单词的翻译规律 一边拼一边写最快 音标里面有多少个原因 多少个辅音 20个原因 28个辅音 有的人也觉得 学英语读不读都无作为 咱这以后也不用说英语 这是正确的吗 错 学英语不管你是为了升学考试 还是为了应用学口语 都必须要读 可以说呢 不读的话 基本上肯定学不好英语 因为读 就是声音本身 就是记忆的一部分 小学英语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 练好发音 短缘音就是长缘音搜短的对吗 错 长缘音和短缘音之间 没有这种互相转换的关系 长缘音和短缘音的分类 是根据这个发音 因为长缘音本身听上去就比较长 这个发音 然后短缘音呢 就是本身这个发音听上去比较短 按照它这个音的长度来分的 它们没有互相转换的关系 音标要不要背 不需要 音标只要会读就可以了 不需要背 有几个问题 你知道几个呢 想学更多音语干货 点个关注 喜欢看我其他视频 感谢观看